謝謝你 蛤 謝謝你 今天火花上去掉了 喂 喂 謝謝 喂 謝謝 我們認識很多年 然後一直 我有什麼話都會跟你說 然後 就是 度過了很多美好的時光 媽媽 你有愛上嗎 我不 我不喜歡一個有男朋友的女孩子 我可以沒有男朋友 你算了 那你跟你男朋友混輸吧 好不好 我去等著等著你 我養你 我養你 謝謝 你看說的我 謝謝 謝謝 我說謝謝 你怎麼給我看 喂 寶貝 好 好了 謝謝你 我說謝謝你 不用客氣 大家都是兄弟 好的 兄弟 拜拜 很想跟你說一聲謝謝 什麼意思 給我幾回 然後在店裡工作 我非常 非常美甜 非常開心 非常高興 我很 我遇到你 我覺得我很幸運 你怎麼了 到了我說什麼 我敢了解 過多的我也不好意思說吧 反正就是想說 真的挺感謝的 然後大學遇見你 畢業之後 還能有你一直陪伴著我 走過每一段 開心也好 難過也好的時光吧 謝謝 週末的時候 我還在想 這麼好長時間 就沒有跟你打電話 你說 謝謝我的話 我看得來 就是有愧 嗯 你好 我老六 嗯 謝謝 沒有 沒了 沒了 咱們這緊腸在一塊 我在趕腳的很好的 我謝謝你 嗯 媽 嗯 你幹什麼 你幹什麼 壓電了 嗯 嗯 謝謝你 啊 謝謝你 謝謝你 你怎麼會刷給誰的呢 就是想趕緊刷一聲 哈哈哈哈 其實就是想跟你說 就是你 嗯 把我 把我養這麼 把我養這麼大 就是 一直以來的感覺 那然後我問你別人吧 嗯 嗯 那我還是想 想跟你說一聲謝謝 嗯 你感覺有點 有點太露燥了嗎 平時 很少說這些 這些話 就感覺 有些東西 就放在心裡 大家都明白 感覺 說那兩個字 就特別有點堵 就是說不出來 就覺得有些話 還是 雖然僥倖 但說出來 還是蠻感動的 如果他跟我說 我也會覺得啊 好感動啊 我想去低鐵站 你是尊重的日本人嗎 如果一個日本人 在南京街頭求助 會發生什麼呢 微信公眾號 搜索大樹君 回覆南京 收看精彩社會實驗